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Honda CR-V 4代 那這台是2015年款2.4的前輪驅動 今天要來升級的版本是KT的道路版避震器 那前面的話它的懸吊系統是一個麥華城的懸吊系統 然後前面的話我們KT就有附一個強化的上座 它的上座形式還蠻特別的 是有五顆羅帽 12345 那在上座的中心點呢 它有一顆旋鈕可以調整阻尼的軟硬 往順時針的方向就變硬 往逆時針就是變軟 那這台車其實它算是一個中型的休旅車 所以前面的彈簧配置呢 我們配置的是比較舒適的設定 大概220長6公斤的彈簧 好這是前面的避震器 它前面是麥華城的懸吊系統 那它有一些固定點 像這個是煞車油管的固定架 那這裡有一個ABS感應線的固定吊架 然後離載串的話呢 不用再換短的或者是強化的 不用再另外多花錢 直接沿用原廠的離載串就可以了 至於KT用料的部分呢 我們有用的是 像剛剛上座的話 不用再拆原廠的上座了 上座的話呢 KT就有附一個強化的上座了 所以不需要再沿用原廠的上座 但後面的話 這台車需要沿用原廠上座 前面的話呢 我們有附上座 而且上座裡面呢 有一個指推軸承 軸承的話呢 是日本最大的品牌 軸承品牌 是KOYO的 那至於油封的話呢 選用的呢 也是日本最大的油封品牌 是日本NOK的油封 好 因為我們一邊還在施工當中 所以背景的聲音呢 稍微會吵一點點 那主尼友的話呢 是用義大利IP的主尼友 所以我們的KT用料都還不錯 好 那來看一下他原廠的避震器好了 等一下左後呢 右後避震器會介紹的比較多 因為右後的話比較特別 好 這個是原廠的避震器 原廠的話呢 他前面是賣花層嘛 所以他的前面會有附上座 那上座的話呢 KT就有附了 所以不用再拆原廠的來沿用 後方的話就比較不一樣 後方的話呢 他的上座形式呢 比較特殊 為了能夠做出比較長的行程呢 所以我們的設計是要沿用原廠的上座 那這一個是 這一個世代的後面的避震器 他這裡有一個固定點 這個固定點呢 是在鎖HID水平車高的感應掉架的位置 那這個KT呢 也都有對應的零件呢 可以做鎖部 好 這個是原廠的避震器 那鋁圈輪胎的話呢 其實車主也已經改了XXR的18吋 輕量化鋁圈 這個鋁圈的J數呢 比較大 這個是輪胎的規格 是235 55 18 好 我們的話呢 如果這個也有一個懸崖的鋁圈 這個應該17吋的 如果有需要的話呢 也都可以來這裡 一併跟避震器的安裝一起做安裝 那這裡有一個 剛剛提到的 這裡是HID的水平掉下 是所在避震器的右後方 那上座的話呢 剛剛提到了 這個是要沿用原廠的 後面的彈簧呢 一般車友會詢問的 這個彈簧是我們配置的12公斤 那一般聽到12公斤 就覺得怎麼會那麼高 那是因為呢 它的避震器的相對的位置 比較偏向支點 所以它的公斤數呢 就會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彈簧的公斤數呢 不能用不同的車種來做比較 會比較失真 會建議啊 用相同的車種來做比較 那車主的話呢 本來呢 就有已經有加裝的Harris的 仰角調整器 所以我們有一併幫車主 把它安裝回去 因為車主的話 本來是有升級其他的品牌 那今天要選擇的是KT的道路版本 那像這樣的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還有前面的話呢 車高的調整 都是在腳管的上方 這個托盤呢 我們把它懸鬆 它的整體長度變長之後 車高呢就會變高 預計今天降下來的車高呢 後輪的話 前後輪都大概剩下30幅左右 下V的話呢 它的後面的輪弧呢 跟那是寫的U6一樣 它都是比較厚的齁 所以呢 如果降下來之後呢 其實車高呢 就不太有辦法 像轎車一樣降的非常低 因為輪胎的外圓呢 就比較容易跟 椰子版的輪拱呢 做干涉 然後啊 好 我們都已經安裝完畢了齁 那下V的四代呢 後面齁 在調整阻尼的時候呢 因為它的內部呢 是密封的 所以在調整阻尼呢 就稍微比較不方便一點點 那前面的話就還好 前面的話呢 車主呢都可以 自己把引擎室打開之後呢 就能做調整 這是左後齁 左後的話呢 就沒有那個剛剛那個 水平的感應掉架了齁 這個是兩百長 十二公斤的 這個是CRV四代 那我們的話 KT的話呢 CRV五代齁 也都有 有 有可以適用的 懸吊系統呢 可以提供給CRV車友來做改裝 那我們安裝好了齁 現在準備要上輪胎 來 看 CRV也好 CRV啦齁 或者是T打啦 還有 CIVIC八代啦 九代 它的上座呢 都是在前檔玻璃的下方齁 所以 在安裝的時候呢 建議齁在這個地方呢 安裝完畢之後呢 要做一些防鏽的動作 這是前面的已經安裝好了 OK 以上是今天 CRV四代的安裝的分享 我們會把影片呢 放在 KT Racing的粉絲團 也會把這些的影片呢 分享到Youtube上面 謝謝大家 掰掰 拜拜 好